这里还有那个莲花清瘟和你过分吗 没有 啥时候能有货呀 不确定呢 就能等 莲花清瘟早就好几天进不到货 感冒药全部都没有了 这烧的也没有了吗 对都没有了 明天能倒点感冒药 但是莲花清瘟现在是肯定没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要求啊 县级以上的医疗机构 要加强啊 对这些对症治疗的药物 以及抗病毒药物啊 包括中药西药等啊 这些药物呢 包括抗原试剂啊 进行一定的准备 也要求呢 基层的医疗机构 还有呢 药品的零售网点等等 也要做相应的准备 这样的话来保证我们人民群众 药物的这样一个可及性 最后呢 也要提示大家 没有必要 我们去囤积和抢购药物 应该说 随着这个我们 整个的工作的这样一个部署 这个无论是在药品 就是说你别怕 现在是2022年12月8日 这是浪榜的榜一 至于说要莲花清温的朋友呢 我觉得那是一种谈恋爱 因为谈恋爱这个东西 要遵从信仰自由这个区域 就我没什么好谈的 是吧 甚至有一天说一个人和一个猫结婚了 有一个和狗结婚了 和大树结婚了 我都不奇怪 不说有人说将来的婚姻模式 说更文明的叫做多边婚姻 哎呀这个就不好谈了 也不谈了吧 他可能都要遵从信仰自由 这些个东西吧 那么这个 这个氛围是个什么氛围呢 就是要大家都知道 要大开放大放开 大放开就是要自救 是吧 自救最好的东西呢 是有密密麻麻的 这个所谓的民间结舍 是吧 如果这方面不够强 这个那就是你都得你包着我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相信这个政府都包着我们 不怕 要是碰到这个家伙 那就是你 你得管你自己 是吧 我们就是个管主公而已 我们就是个扫大街的 我们就是给你门口站岗的而已 我们就是个保安而已 你让我干这么多事 你得纳多少岁啊 是吧 你得把你收入的一半都给我们 是吧 其实有的人已经收到一半了 他也不干活 那就不说这个了 就是备点这个什么布洛芬呢 什么这个对鲜安积分呢 这个还是可以的 这个也放不坏 我这个就 你像这个东西过轻了 我都敢吃 但是这个是错误啊 我批评我自己啊 我收回刚才我说的话啊 其他的你像莱花清温 那些个东西 嗨 那谈恋爱 那就不说了